非製作的部分 它提高的稅率 那從1.2% 變成1.5%到3.6% 那受選第8要定 相當的執行的稅率 這個必須支持條例 那你聽過這個支持條例通過的時候 跟未開北市帶來的掌權是什麼 我們初呼會受影響 台北市的市值大概是2% 那會突出第一年的東西 應該會增加10.1% 2.1% 那基東針對法人跟自然人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在自然人的部分 增加加3.6% 在法人的部分 把它增加4.2% 也就是說在這個支持條例通過之後 事實上它對法人的衝擊是有限的 因為根據本席 據理責的相關資料 我們發現到 其實在第一個支持條例的規範 當中 房屋稅最高的部分 它大概是3.6% 大概是3.6%左右 但是我們拿到的資料 這邊 你可以看到 在TWP當中 TWP當中 我先念一下 台北市保人是有住家 這個住家裡的房屋 前20就沒有空氣 你知道嗎 持有最高的 這個飛機使用的房屋啊 竟然一戶就有673件 一戶就有673件 第二戶啊 548件 第三戶 470件 民眾最早前20號 第20號是110件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一般的民眾 它是有被自動房屋 它第4件 它就可以被你克到3.6%的 這個最高的稅率 但是 如果是法人的話 它是有670幾件房子 但是它的最高的稅率 也是3.6% 您覺得這是公平嗎 您覺得這是公平嗎 我覺得不公平 那不公平在這個法案 我們更希望 透過這個知識條例的修正 能夠餓死這些材料 去創作王將 可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不是這樣子啊 這個知識條例通過的時候 誒 該打的打不到 老主打不到 這些小商品每個都被打到 那為什麼請教一下 就建議拜訪當中 難道你們有其他的方式 對 業界對來出現這種做法 其實我剛剛有提 其實我的知識條例修改 是配合中央 好像最保育的稅公益 那中央防護最保育 它也一定的人的話 在哪裡 它的資產最高就是3.6% 那所以我們不能夠 其他 我只能帶他 做其他的去利益我的稅率 所以這段 我想未來我們可以分析 這些法人持有的原因 還有該當 如果課稅當他的時候 這樣課稅 然後跟 就是合而定的一個 保育稅的課稅的原則 我想這部分是 第二一段 我們會再繼續努力的 跟做 我想這個廠商的方向就是這些 他基金會 財商的法人 來炒作這些房屋 然後最好受害的 就是這些小孩百姓 小孩百姓因為計程 對其他的方式取得 他不是炒作房價的元兇 可是當時也確實 受到最大的壓力和困擔 所以在這個修法 我覺得 局長就這句話 你必須要再死 怎麼會再繼續努力的 第二個 我們看到了這個問題 這個修法 就是正面臺北市 八十三的房屋 必須要做房屋稅的 跟住家 但是另外還有四萬五 這些營業用的房屋 目前也持在 三左右 那只有這一塊 他並沒有調整 稅率的這種狀況 那如果從這一部分 來做房屋事實上 住家跟營業是不同的 那這一部分 如果 你把這個 被自由的房屋這部分 調整到 本來是三米的 那營業是一塊 有沒有任何調整的一個跡象 因為我們看到 你最近看到新聞 你看 店面租金長 將近數倍 東區的業家 你看你當街那些賣的房屋賓 那個業家的租金就落高 那結果這一部分 租金這麼高 結果 他的營業性 房屋稅沒有被調整 本來是一般民眾 只有這些房屋 房屋 房屋稅費比較大 那這段 還有一個公平 合理的做法 好解 可以做到其實 我們可以知道 財政部 這次努力 在房屋稅 房屋稅的修訂 他的方向 正是要深入 托了公平 來做助 那我最想會來幫 財政部 做提到的 你這把人氣我忙的部分 應該是要有差別的一個對比 或者是說 包括 他講 你也要我是不是該再提到 我想 這都下一個 我可以再去努力 去負利的 先這樣 要財政部 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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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把他共作的製作合理 忘了你把他藝人家公告太多 這樣讓你 這對老百姓補阿娜的 繼承得到的房子 有些時候這個歷史的因素 也沒辦法避免啊 但是面對這些 我跟你講 這對你的師父的一個公平性 希望才對這邊能夠充散的規劃 那這大概一萬一口吧 今天 今天,非自由房屋被鼓提高的稅率 但另外一部分,炒作停車位 未來,最近就有更新的消息 現在流行炒停車位 一個停車位還要五百多萬 所以他只有停車位二十幾個 請問一下,我自由停車位 房屋稅率是怎麼那麼算 我請教一下 停車位如果是有收費,他有付出的 剛剛你收不到錢嗎? 他不是特別的,他自己停車位 他的房子在那邊,他底下停車位付出 他根本的抓不到他的業用啊 他已經是做停車場,我是有一個停車位啊 我一共大,我有三個停車位啊 我找了一個人持有二三十個停車位 很多的,大的停車位 因為停車的關係啊 他已經過來了,五六個停車位 然後就用住用的方式 你也闖,你也收不到稅金啊 你有辦法收嗎? 就是有查到他出貨的資料就可以 但是你業用的,你才有在查 一般的住家這種 你根本很難去做這些相關的睡眠機車 最正對炒作這些停車位 你們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成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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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省許證明啊 或許你應該把這些相關 所提出來的問題 再做各種謹慎的一個規劃 我們再來討論這個 這個房子最負責人事實條例 這樣會更完善 那不然我們剛提出來的問題 根本沒有解決 把我們知識到負責的問題 另外一座報告 我剛剛還是在提一下說 我們的知識毛利區 可以修的辦法 會被防水防禦狂戰嗎 它有了授權負責 所以我們這次修的知識毛利是 授權負責人類先去修 那一座報告這件事情 我想會把我們在跟中央 去連一跟反應 我想不要等到民眾收到稅難之後 再來討論一下 事物斷律的問題 後來要給民眾告 對 民眾告 各好改正回來告出了 所以事情要先請 好不好 兩萬一先請回事 先再給你文件 請問王局長 王局長 感謝你為我們在北方今天 不管是附近風園 或者流氓公園 流氓公園這邊 做了一套的角色 請問一下你 什麼時候要改進場 要來試一看 按去目前的進度 兩邊的菜一家 我們全部都會特別在 在如荒谷後面7月多 附近後面可能會在8月5、9月4日 那前附近那一本的義氣和皇冬公司其實是什麼時候 這邊有這種困難啊 在大王附近那邊做一個泡腳石 竟然當於皇冬公司的日期從5月28日修正一次 後來又修正到更晚的時間 到6月12日 而且我得到的報是 現已於6月12號 現在7號 那這個跟約會報一下 事實上所有的工程的進度 我的瞭解我的同仁 幾乎是每天每週都在第一個工程 那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 當然是在這個4、5月的時間 連續有幾個大雨 那幾個大雨 那個施工大雨的表示 因為這個在溫泉施工的水管部分 那邊流滑 那個泡腳石的水是流滑的水 所以他的水管工程的施工的比例 一定要做到很長 那如果大雨 在土壤潮濕的情況下 去做一些施工的滑腳石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可以幫你做泡腳石嗎 對 他每個都已經做了恩護泡腳石了 這些本來就是應該在規劃 平估的辦理 原來工程當然講 6月12號 這個是比較 比較當然在天空的情況下 比較好的事情 如果這是一個雲間的泡腳石 你們早就 這個公司早就打了 那還是 現在就好像在暑假期間 對 對 也是因為是在暑假期間 比較溫暖的 他最大的需求 是在9月 10月天氣轉圍的時候 需求會比較大 所以也是考量到這樣子 跟這個 跟這個工程的品質 兩邊的這個 舉高的價格 我會覺得可能不分 還有 還有跟運輸潮濕 是最多不過100個人 還有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然後他們在整修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這邊發生 好 你也有什麼帶波 你想做什麼時候 你都說我來的 我們這邊 就剛剛跟一員 跟一員說明 所以這個 流氓谷內 應該會在7月 比8月初 那那個 復興公園 會在8月 比9月初 會做完整 兩個不能都在8月 8月初 一定有完美 目前 目前的這樣的進度 會有困難 那另外我剛剛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都起播了8年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民眾 希望說這個做好之後 是以後常常求求 不要到處做完 就發現哪邊不好 哪邊要改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民眾的意願 民眾的意見 有非常多的差 他們希望 譬如說 真色誤然 真色大 他們要求 民眾在整個過程 還有民眾要求 真色非常多的設施 這個本來就是在 會忘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去考量到 8 8 一般國小錢的炮腳石 後續應該使用 最中間的環境的影響 和充填 對 我們覺得 您應該跟交通局 來做相當的配合 因為這個炮腳石 就在大陸 裡面 到時候 謀生亂的 別有輕車亂 別有包括開放 這個問題 都要事先來做規劃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所產生的造型的問題 因為它是離近住宅 離近住宅 其一般國小錢的炮腳石 離住宅 一兩百公尺 住家對於壽 這個炮腳石 就在住家旁邊 所以我們希望 你先做好完整的規劃 完整的規劃 這才能夠讓市府的政策 得到一種肯定 不要像我們剛剛講的 做完之後 一天一段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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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我們希望這個東西 不要再給它 一個再八月初 一個再八月初 一個再八月底 然後完工 出去完工 我們沒有理 全力長度的功能 要肯定啊 差不多 絕對 再二十天完工 沒有問題啦 一天到半年 對啦 如果沒有台工 沒有這些電工衣服 我們會有機會完工 不能夠這麼說啊 這個你今天 本來就在工期的規劃一點啊 現在 你們給我們成功的處理念 這個工期已經 嚴重了正一半了 因為現在這個 初心公園 他還需要生殖持有股兆 他因為是還要出去 那廣線他會有開挖 這樣的圍證 所以這個我們當然一定要在 行政選舉上一定要說 那我們朝就是 八月底 九月底 所以基本上 依舊是要在這兩個時間 那 這個 我請教 局長 你知道 就設置島本身 設置島本身 有三百多公斤的一個面積 但是在這種面積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到 設置島沒有一家的平常店 也沒有那個賣好住職店 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過設置島 我印象中 好像是如議員所講的 那如果設置島 我要來設置一家 所以我們可以設置 這個規定 要看規定 能不能設 如果規定不能設 他目前可能是沒有辦法設立 我跟你講 在設置島本身 目前 我們有所謂的 建築的 戰型 團體團長 也就是說 針對設置島各種的狀況 設置島各種狀況 他也有一個 戰型的一個 建築的主義方式 所以我們更希望 設置島 如果按照十二分區來看的話 連設置島 使用製造都沒有辦法升級 連設置島 也沒有辦法升級 連設置島也沒有辦法升級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能夠考量 來設置這個 所謂的戰型 處理原則 讓設置島的距離 也能夠享有 跟台北市民同樣的權益 所以我們希望 你們內部來進行討論 跟商業組別 來進行討論 來避免 設置島的 民眾受到相關的影響 好 那最後 我們才是實驗性戰兵 我還有在找 我覺得 再請我投擦 你聯絡 助長 那個要換什麼 沒有 你要請我投擦 只是你要請我投擦 這個知識會變 對 要請問 助長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領治療 再看下一個 對 好 我把這幾個都放過 我想 看起來是 目前本土的八坤 已經面臨到 非常大的生態暴擊 為什麼 我們現在在人行道 分隔的 甚至在黃金燈上面 都看到這種外人種的八坤 站成草 甚至 把N5的這些八坤娘 還有麻雀 都灼死了 這些外來種的生命力非常的強 所以造成 所有原生種的暴擊 我想助長 你應該知道這個問題吧 你有沒有意義知道 這套 這個虛逐沒辦法虛逐啊 這間人哪能秀嘛 其實我想從商業 而且這次都有實際 我爸到時候 冠山詞實在的時候 連小孩都被照樣 連小孩都被照樣 而且這些人很不怕的控框 很很可怕 甚至正在走 他一盟要中壓 不能照照照樣 在航兵跟組長 甚至曾經電視也曾經拍過 有路人的話 邊走邊吃東西還可以吃點東西 那肚子餓了沒辦法 所以我們希望事先來做這些規劃和預防 他甚至在那個繁殖的過程中也都會有前方 其實我們有一個計劃交通 我覺得這些就是被氣養的關係 我們現在外來務主的這個都有一些規劃 然後我們會提出一些法案 就來任意務主席來做 這個問題已經不在難的 希望大家可以做的 謝謝